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史马田赛马集所 今天是2020年11月14日的黄昏 6点多拍片的时间 刚刚跑完十场的沙田日赛 又是赛马结果的时间 今天有两个话题值得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也是潘顿 潘顿今天跑了9个马 其中有3个 都是一面倒的大叶门 尤其是年年欢乐 和这个超好日志 都是跑第二名交代 赢不到的 全天基本上一面都没有 几个大叶门有个门 然后全部都被盖棋 当然要拿他出来讨论一下 究竟是他的马有问题 还是潘顿的发挥也有问题 可以讨论的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关 乐星杯颁奖的时间 马会在颁奖平台上 有新的尝试 结果被马迷 观众 网友全面都是取笑的 究竟是什么事 一会儿又可以和大家讨论一下 开始之前 都简单提一提大家 如果还没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可以按订阅 再按旁边的小铃 如果影片图中有广告的话 都希望大家可以高台贵手 尽量看看他 多谢 那就是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乐星杯的颁奖 就出了这三幅这样的相片 中间是几位马会的头头 左边是英家柏先生 中间就是陈南陆先生 右边就靠大家补充了 忘记了名字 大家可以补充我 总之就是三位马会的头头 那为什么要弄三张照片呢 就是因为颁奖的时间 其实他本身已经有很多人了 骑士、莲马斯一定要在 然后马会又有一个代表 然后赞助商 乐星当然也有一个代表 于是就已经有四个人 为了马会要遵守政府的限聚令 所以又不想有太多的马会的职员聚集在颁奖台 但是同时为了尊重赞助商 也要突显杯赛的重要性 希望那些马会的头头都在 于是就是有人想出一个这样的办法 就是用这个照片来代替这个真人 既可以不违反限聚令 又可以有了所有马会的高层头头 作为颁奖 至少在拍一张照片的时候看到他们 于是就弄几张照放在这里 但是结果呢 这个颁奖办法一出 当然是受到观众们 如果大家有看J2即场 都觉得很愕然 网上或者观众们 都全面取笑的 对于这个颁奖的方式 因为大家看到现在这张照片 这三张照片 简单来说就像一些车头相 我直接说了 颁奖礼就搞得好像桑礼 葬礼那样 在我那里留言 也有些朋友也在说这件事 有些说 为什么不破地獄 也批评马会的市场 的部门 为什么要弄一个这样的颁奖台 因为呢 就是 入了马场 即是大吉利是 明明是马场 变了方礼 颁奖的时候 本来应该是开心的 奇恋是威威的 搞到这样 大家都觉得 这个想法不太好了 这个想法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这个很明显是 那个颁奖台设计那时候 第一 设计那个人 也可能是有些责任 第二 其实把关的责任更大 因为这些颁奖 通常我们都所谓 一定会有预演 或者彩排 那你在彩排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人看到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没有头头 没有人在这儿把关的呢 又或者是否把关的人 并非中国人呢 就不明白这个中国人 有这个丧礼壮礼 一个这样的传统 会令人有这样的联想 没有这样的 就是那个把关的人 没有这样的触角呢 那很明显是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 这件事情 我想预了会笑两天的了 因为明天就没有马跑的 有海外赛事 但是也未必是这么受注意 没有本地马 那当明天是休战期的 那这张照片呢 也会继续是火热的 那小弟的page呢 就是这个facebook page 其实就不是这么多like而已 但是这张照片一出 也已经有20多个like了 都比我平时出其他post 所以预了马会在这件事情 是一定会受到取笑 还有呢 也是觉得对这个颁奖例 可以说是弄巧反绝 本来想尊重这个颁奖例 就出回这几位头头的照片 但是呢 就被取笑 而这个赞助商 多得你不少了 是不是 就是他们的牌子名 这两天都会不断被facebook 被人封传 那可能是做一个反面宣传的效果 那不知道马会这方面 他们会不会有想象到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 但是最简单来说 我认为马会的marketing 或者他们在这个彩排 这方面的颁奖预演呢 把关方面要做得足些 否则笑话是会不断发生的 那 说回马 今天最能够箭头 一定是讲潘顿的 其实潘顿一向都是马迷的重疑 通常一些有争议性的骑法 一在潘顿手上 就是领寻野火一些的 大家都觉得潘顿是拉马 叫他做潘狗 今天他也输了三只大叶门 大家在画面看到了 其实有些老马 就是年纪大的马 跑得差 大家都情有可原 那些欢乐小子 百步村云重磅 帝豪宝区 年纪大 但是有三只都是大叶门来的 就是说三长七号的创科先锋 五长九号的超好日子 还有八长十两号年年 年年欢乐 如果报纸标题最好写 因为一只年年欢乐 计算的数字 就输了两千万的独赢 超好日子也输了一千二万 而《创科先锋》也输了五百万 其实潘顿全日可以说 输了超过六千万的独赢 报纸标题一定可以这么写 很简单 至于这几只热门 这几只热门 究竟潘顿有没有问题呢 这样发挥上面 我可以和大家分析一下 纯粹如果计在沙圈走出来的动态 其实三只马状态都未足够 即是《创科先锋》走出来 就比较平淡一些 超好日子还是有点生的 有点生的 而年年欢乐 季来初出 马身是未收实的 这是我第一个观感 第二就是《创科先锋》 是不是真的值得这么热呢 我们看回这场赛事 其实《创科先锋》来说 就是在这场马 对手是有的 而他自己之前上名的成绩 也不是很压一而已 在说《创科先锋》 今场赢马 红龙就当作状态大涌 其实《创科先锋》 组断搜的位置是没问题的 都是搜内栏 有遮挡 而跟前的位置 入到直路就不够充 对于《熊龙》 当然《熊龙》的安上人是巴道的 他骑工是比较狠辣一些的 看上去 潘顿好像真的比较相差 但是 斗志就没有怀疑 此其一 接着说到这个 比如说《超好日子》 《超好日子》其实也有争议的 第一,就是斗输给巴道 第二 末段的马有邪跑内闪 接着修正完之后 潘顿的走法 也是有些 怎么说 并非很大力吹策的 有些少少了下了下 于是应该也会有人怀疑 究竟潘顿是否随便拿第二交代的算数 那末段没有斗志 是不是拉马呢 这个就是刚才我也有提过的 《超好日子》其实 虽然季内就第二次出赛了 但是呢 那马也还有少少生 那可能呢 今天在这个力度未足的情况之下 那马匹一受到吹策 那马就耐闪 那不规矩 那令到潘顿就要修正了 那而没断 其实那马的追势 是不是真的那么强呢 那也未必的了 那可以归购回那马呢 本身呢 还有一些生 有一些不规矩 那令到潘顿难以吹策 那所以呢 潘顿呢 没断也免得再大力骑了 因为如果他再大力骑 那马又闪过 那可能呢 龙巧反绝而已 那最主要呢 让那马走回直线过终点 那而这个困境呢 也令到潘顿觉得呢 好像说 是不是没断随手啊 没有尽力拆旗啊 那这个我觉得也情有可原啊 那第三只马呢 就是这个 年年欢乐了 是吧 年年欢乐了 那这场呢 其实捧到13元呢 我相信 赛前很多朋友都未必猜到 那这位本身呢 其实赛前呢 如果隔夜飞 或者这个过关飞之后呢 这只马也是大概两倍左右的 那说到底 始终都是有一个疑问的 这只马呢 就是在四班人呢 超级而已 那始终第一 它是今季的季内 第二 它是第一次对三班马了 那你三班一千米 其实是说很多能征贯战的好手 那也是有些在二班下来的马的 那所以其实今场呢 对手换过了 自己的状态还没十足 那捧到13元的最后 那而赢他的平海掌声 其实季内都兜转过几时 就是说说初出那一次呢 就是对着梦想成金 都够胆落飞了 那来到这一道 就是兜转了两场 来到一千米 那本身的马是慢脚了的 那然后呢 原来呢 哎呀 慢脚了跑一千就更好 因为千四它是未必有强力 千二好了 那转完那弯 已经追不及了 那 那早段呢 的确是大落后的 那但是呢 这样的后径范围很强 那过了这个年年欢乐 那年年欢乐呢 其实下次保重的机会呢 我认为都很高的 那但是呢 下次可能又是十几元的 那至于潘顿 你说有没有责任呢 那可能他 有少少呢 就是没有看到平海掌声的 因为平海掌声呢 在最后百多米才出现的 那而潘顿呢 沿途呢 他在直路 就是最后四百米开始呢 都是受到闪电精灵的糾纏的 那过了闪电精灵 以为应该都到了吧 那只马呢 那只马呢 似乎呢 那只闪电精灵呢 体力都七七八八了 那比起平海掌声呢 就说过就过 那咦 又是巴道呢 那就是可以呢 这个标题 原来是可以说这个 巴道三气潘顿 那样都可以的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跑马有时候呢 就是 法国帮之前又说他 没有表现呢 那结果今天呢 巴道呢 大发神威 杀了呢 判断几日大延门 那巴道的骑工 我都说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那而今天呢 也都证明了 那就 简单都提一提大家 那小弟已经有这个 月费的会员patreon的频道 和youtube的会员频道 都欢迎大家每月课金支持 里面有更多的文字内容 whatsapp群组 和海外赛马的提示 都会放在这个收费群里面的 那明天呢 就有这个 说日本的女王杯的赛事 那提示都会放在那里 但是如果大家不想课金 都没问题的 那只要像在影片的左上角那样 在影片下面的手指攻我 或者留言留言去支持我 或者把影片分享出去 like,comment,share 那我都一样感激大家的支持 是一样的 那最后多谢大家收看 今期的史马田创马集作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了 拜拜